二手楼市气氛稍微好转 个别上车盘业主不适舍让出货图然 九龙湾上车屋远德宝花远一个低层户 业业主约半年内累积减价130万元 或30.2% 以300万元沽出单位 七年账面舍64万元 或17.6% 利家国地产高级联席董事爆韵中表示 九龙湾德宝花远至座低层四室 实用面积253方尺 原本唯一防护 现改开放式间隔 设有新泳装修 原业主由于移民而于今年3月以430万元放盘 较当时市价高20万元 其后连番减价 最终以300万元沽货 重返2014-2015年间同类单位的价格水平 赤价11858元 原业主2016年以364万元扣入该物业 持货约7年 现转手帐面贬值64万元 或17.6% 资料显示 同座更低层四室 相同面积及间隔 2020年登记以430万元成交 试次易首单位以300万元成交 三年间楼价跌约30.2% 美联物业联值区域经理汤绍建称 该航江促城天水为嘉湖山庄美湖居 7座低层A室3防护的成交 实用面积629方尺 上指约一个月前以510万元放盘 教员业主2018年的扣入价540万元 以低30万元 或5.6% 最终该单位令以价 下游区内上车客以510万元承接 赤价约8108元 中原地产资深区域仍业经理文嘉辉透露 嘉湖山庄近月楼价回落 带动交投稍微加快 本月该屋苑站陆得8宗买卖 较上月同期多5宗或1.7倍 该航江速城洛湖居9座中层事室以507万元逆主 实用面积551方尺3防护 造价较开价565万元 低58万元 或10.3% 尺价9201元 文嘉辉指出 原业主于2011年以238万元买入上纸 持货12年账面获利269万元 或约1.1倍 香港置业首席分区董事刘浩勤说 将军务The Parkside第二座高层室 实用面积694方尺 三房间隔 最新以1125万元逆手 尺价16210元 原业主2021年6月以约1390万元放售 今年5月曾经提价至1400万元 为4个月间累劈275万元 或19.6%中售出单位 造价属该盘同类单位二手成交价 扣除内部转让个案后 伸低 原业主2014年以847.5万元一手扣入上纸 物业九年升值277.5万元 或百分之32.7